微信发源图或泄露未知信息 石家庄人别慌,这里有照 男子丢失装有两万现金的钱包 石家庄民警为其巡回或点赞 为打造精致的城市微景观 让人们出门而见景 处处赏景,打造鲜花绿地的城市秀丽景象 石家庄市园林绿化管理除以艺术园林 美好生活为目标 对玉华路,淮安路沿线四座游园进行功能性品位提升 近日,微信发源图或泄露未知信息冲上微博热搜 引发关注和热议 当手机定位打开且拍照设置保存了地理位置 微信发照片时选择发送源图 能泄露多精确的拍摄定位呢? 对此,腾讯微信团队回应称 如今,任何智能手机拍摄的照片都含有Exit函数 可以调用GPS全球定位系统数据 在照片中记录下位置、时间等信息 此次上调后 石家庄市区、秦皇岛市区、唐山市区、廊方市区 保定市区以及雄安新区等适用最高档标准的地区 每月1900元